好 我們接著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微小的觀念 當然我們不一定有這麼一個時間能細說 對於有些人如果沒有一些基礎 會聽起來比較困難一點 但有時候 有時候反而簡單沒聽過的好容易開悟 悟不是在這些作為上 有些東西我們設想 想用盡心機在那裡琢磨琢磨 反而悟掉了 說實在的確如此 我看到很多人學我 它不容進去的時候 開口閉口很多銘箱 我看到的是那個腦袋裡面好多磚塊 硬硬的一塊一塊很硬 因為打通不了就是硬棒棒的這樣 所以說當我們在說法的時候 他就習慣性的把他理解的法項 銘箱就拿出來解釋 我們要的他是直接觀察 他是用銘箱加銘箱在那裡滾 弄了老半天負擔很重 所以有的人讀到最後就是一副讀書人的樣子 不是刀人 就是習慣了 一直在轉 我們就是一直概念上一直轉 我們要的是實際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要融入語言 這中間你有聽不懂的也不要乖 這個捧個人場功德無量 好 所以這個沉浸它是一種比喻 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裡盡量的去看一看 這時候好好地剖析一下 到底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 當我們進入這樣的一個習慣思考的時候 剛才談過 就進入這種觀念加觀念的時候 卻不能曾經冷靜下來 眾裡尋它圈百度 其實就在你現在的煩惱身上 你試著去認識它 那這個認識不是直接就一直抓著它跟它跑 我試著看清楚它是如何來去的 它是怎麼樣的因言組合 你在這樣的煩惱過程裡面 不要白白浪費這些經驗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現在在談很多佛法 其實同樣的事情 在我們身上日常生活都已經有 如果用同樣的思維 用同樣的經驗轉過來 我們講說忍辱難不難 忍辱很難對不對 其實不難 你看喔 我們看到可欺負的就欺負人 看到流氓我們都很容易忍辱 你平常生活中忍辱的很自然 你看喔 你對別人的孩子受不了 對自己的孩子忍辱 而且忍他一輩子 是不是 如果對於我們利害關係的 我們就能忍辱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忍辱 因為你沒有看到真價值 你看到就會忍辱 其實都是比來的 只是我們平常都會忍 因為我們很會計較 人很現實的 那所以如果你繼續現實下去就好修行 可是你偏偏就現實一部分 你又要計較 又不計較徹底一點 所以計較那一半 以至於讓你一直在那輪迴 所以我想講 現實生活當中 其實告訴你的很多佛法 但你把它理論化來 怎麼修忍辱 我說看清楚就忍了啦 那所以忍辱波羅蜜 當然也是從這裡來的喔 你看不到 所以我們很多輪迴苦看不清楚 忍辱就難忍辱 我們在修行過程當中 要面對很多的割舌喔 很多的問題 這個過程當中你要忍辱 那你為什麼能忍辱呢 因為你看到大方向的目標 或者的話你不容易忍 修行到最後 它要面對的是生命的割舌 那這個東西要從你平常裡面 開始練習的 所以我們可以為了自己所愛的 一直在追 但我們無好為以究竟解脫 能這樣堅持不捨不容易啊 對不對 因為 所以我們在很多修道 很多的修行 包括念火 這個問題都出在於 我們一開始的認知 其實隱藏的 知見上的不親近 所以你的修行處處障礙 那有這樣的問題 好 所以他講說 我們今天應該 今日來分明息 剖析啊 誰無念 誰無聲 若實無聲無不生 換取機關目人問 求佛施工早晚成 就是 我們不是講說無念嗎 但很多人 我們也講說不足妄想 很多人就說 我只要無念 我只要無聲 永家禪師就要點到這個問題 有人就要空掉 那你說 誰無念呢 我們這個問題其實細說 恐怕都不容易把這一課講完了 但其實他很有意思 我剛才講 不是大家容易有偷心嗎 我修無念 有沒有在偷 在偷啊 偷什麼 我修無念 你修了無念 修了老半天 竟然還偷著一個我一直放在裡頭 你這種無念 而且這樣的無念 不斷在增長我知 你知道吧 所以我們任何修行 為什麼要布施三輪體空 為什麼要持戒三輪體空 理由在哪裡 因為唯有布施三輪體空才達到布施 唯有持戒三輪體空 三輪體空才真達到持戒 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當我們不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 我們不斷地持 它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講說 無念 無念是什麼道理 無念不是什麼都沒有 是那個 我們講無念是 對那個執著的東西 你看火頭是不是無念 火頭是無念 但火頭有沒有跟大家 阿難你過來 火頭你不是無念 怎麼還會叫人 所以他的無念還是在念不是嗎 但火頭會不會執著 阿難是固定 有個我法的阿難不會 他知道阿難的因緣 他照照自身因緣 他不會去掉入這樣的一個 我就用一個例子好了 這個之前也有講 在別的地方有講過 比如說我們有人說這一間 某某人你要不要進來住啊 不要 有人講說 哎呀 不是啊 你住在裡面啊 不要 因為我剛才看到有人說有一隻蛇進去 所以我不要 他就這樣 那不然我們就開始去找蛇囉 那有的人修空觀的人就在門口 蛇之五韵不可得 連房子也不可得 他就坐在門口裡面 一切皆無自信都不可得 然後就坐在門口一直關 關到最後 果然不可得 然後就回去了 告訴師父 那一間沒蛇 為什麼 師父你怎麼可以問蛇可不可得 他連房子都不可得 哪有蛇 我的厲害耶 師父只叫他找蛇 他連把我房子都空跳了 那師父說 這樣啊 那這樣這一間讓你住 那不要 那萬一有蛇 你不是剛空跳 進去啊 這叫假的 真的無蛇是嗎 進去找啊 從這個房子的諸多因緣 而且知道什麼叫蛇 一定要先知道蛇 不然你看到蛇 這隻是什麼 我小時候在抓那個魚的時候 抓到那個 我以為那個是虎溜啊 結果抓出來 虎溜虎溜 人家講說蛇 因為我不知道虎溜跟蛇怎麼混 就抓 看到蛇竟然去抓耶 好厲害 一看到 哎呦好可怕 就丟掉了 好 我們現在先了解 什麼叫蛇 那開始幻象倒� 看一看蛇在哪裡 所有該找的都找 照見五蕴都關 結果 终沒有蛇 所以出來沒蛇 為什麼 因為我救實際的緣起 這個房子的緣起去觀察 有沒有蛇自信 不可的 所以我以蛇有沒有念 沒念 為什麼 就沒蛇我怎麼念 我有蛇 我有蛇的概念 但我不會在這裡被执著有蛇 我以蛇沒有念 為什麼 就沒有啊 我怎麼起念 我就算起也是假想的 不是真的 因為就沒有嘛 所以因為沒有蛇 所以他說那你住那一間 可以啊 沒問題啊 因為我找過了 無怪的故 我有恐怖 所以他這個無念 我們還是活生生的 進去那個房間 我們也不會 我們還是照顾我們的日子 只是我們對蛇的 冠案是不是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蛇不可得 活生疲憶 如果到最後 我們要把房子空掉 不执著 也是從這樣的原理 絕對不是用自我催眠的 去把它活定掉 所以當我們講無念的時候 是無恥對他的直取念 結果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在無念 就是故意把它遮掉 什麼都沒有 乃是無生 什麼都沒有 他說落實無生 無不生 無不生 就是說諸法本身 是不是啊 我們講說 一切法並不是把它滅掉 像我們講說對五運 我們當對五運的執著沒有的時候 我們這個身體 反而是無掛礙的 可以成就什麼 你看當你的執著沒有了 我們的五四變成成所作之 第六四變成妙觀察之 沒問題啊 它變成是在用的喔 平等性是大元性是 只差在哪裡 差在你不要執著五四 六四七四八四的那一份 妄想體 因為他不可得 你了解他以後 不被煩惱束縛 這時候叫轉世成子 他有沒有說 官五四不可得 六四不可得 官到最後 連都不可得的時候 連成所作之也沒了 那變成被死人一堆喔 不是啊 它叫轉世喔 為什麼能轉 因為本來這個妄想 就是不可得 只因為顛倒過 所以當我們得到解脫的人 了解這個道理 它是活起來的 不是死掉的 我們很多人學活 學到死掉的 不會做人的 該有的世間的分別 不會分別 我們有很多學活 本來很聰明 學活以後才笨的喔 信不信 的確如此喔 我們是不是人家講 這個好啊 好營養啊 就一大堆買過來 所以不騙你就覺得可惜啊 是啊 我就覺得不騙很可惜 我常跟一些活弟子講 拜託你不要笨到那麼徹底 你會引起人家犯罪的 因為太好騙了 那一下隨便講你就相信 起碼就是怎麼平常的很精明 怎麼學活以後變笨了 佛法的緣起是如此的啊 所以你看啊 當你不再執著的時候 你對世間的分別是靈活起來的 所以已有空一故 一切法得逞 所以這時候你發覺 隨著因言 因為它無自信 所以不同的因言 創造不同的東西 這個東西 面對這個東西 我還保留很多空間 為什麼 這個法是如是如是因言 說如是如是法 因言變化 法就變了 所以你的身心是自由的 你的應用變成 開始展現很大的變化 所以學佛的自在 其實創造很大的無盡的功德 這就如來上講的 不空如來上 它無不可思議功德力就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認為空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什麼沒有 他就犯起機關木人問 求佛施工早晚成 那你如果這樣 你就去問那個木頭人就好了 那如果一切都無念 那木頭人就正果了不是嗎 為什麼他也無念啊 所以有人就在講 無念無念 我說我可以讓你馬上無念 不過這個絕招很貴的喔 你要帶一筆錢來 外甲一個棒球棍 錢收了一敲 當下無念 但我沒有保證待會兒會不會有念 醒了就會繼續有念 但目前馬上無念 都不用盤腿 你不能告我 這種無念 那木頭就是了啊 所以我們講說很多人的無念 就是一種遮止 一種由內心去火定它 但不是由智慧的放下 智慧的放下不是有東西放喔 智慧的放下是覺悟到說 此法本不可得 我們講了放並沒有東西好放喔 當有東西好放其實那是在指喔 只是你的威夷是把它放下 在你內心裡面是認為它有的喔 但佛法的放下不是放喔 是覺悟到它不可得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認為說 空的意思好像要把什麼東西都否定 都把它推掉都把它滅掉 不是 他只是看到它的真相 該有的有 該美的美 我們學佛後來產生很大的現象 就是說講了很多道理 我們也都學會到非有非空 是不是 所以因此碰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非有非空 到底有沒有非有非空 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 在佛法裡面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這樣的因緣得這樣果報 因緣具足會獻這個果報 那這是有不能果定的 不能波無因果 但為何因果 正因為它無自信才會由因到果 對不對 有自信的因永遠是因 自信的因 因自信的意思就是不會變 蘋果的種子是不是有種子 你不能說沒有 但這個種子到結成為果實的時候 它是一直在變對不對 它如果沒變 就表示蘋果的種子種源 種源改變的時候就冒出芽 種源改變的時候變成樹 種源改變的時候就成為果實 所以它有因緣合合 它有沒有固定 沒有 因為沒固定 所以才能從種子到果實 如果固定種子種一輩子 永遠是種子 會變得表示種源合 無自信 所以因為無自信 所以一切法才得以安利 像很多人就認為 所以很多人修行就是用一種幻想 就是我把一切東西火定掉以後 我就有一個開悟的境界可取 火定一個東西斷見 執著有真悟的東西叫做常見 所以這種修行經常斷常見都有 就落入到這裡 所以我們經常在兩邊裡面 這種修行因為沒有法的基礎 輕易就我們講說這個是頓悟法門 問題你就沒有那個頓悟根性啊 所以你只能用想像去那邊遮那邊知 他說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那就木頭人修到最後就修成木頭人 所以很多人在修空觀的時候修到最後 就有人看到紅燈 紅燈就闖過去 因為紅燈不可得 這以後警察出來闖紅燈 警察你一不可得 這樣他就把你抓去了管你得不得 你這樣弄的話就完全就背離現實 其實警察存在無妨礙警察自信不可得 但警察在啊 所以我們在度化眾生的時候 我們知道就在現前度化眾生 有的人因為光空悲心就生不來 因為那個空是一種火定 所以我們之前我們前面講說 能理所理性空祭 結果在拜火的時候 因為能理所理性空祭 有拜沒拜都一樣 那幹嘛我在這裡拜 很多人就弄到這個怪怪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不是 性空祭是就他的自信法 所以以自信法不要止 以因緣所創造出來的這些東西 應該如實應對 所以我們是在這重緣上 能理所理 所以我就講講 能理所理性空祭的道理 如果很多人不會用 就告訴他 佛是以世間一切法離開妄想 你應該用離開妄想的心來理佛 那你就比較知道 但其實到最後 離開妄想的理佛 就是我用我這一份五運合而的身軀 我開始學會觀察這個生命的虚假 我用這樣的覺悟心來理佛 是不是 這叫清淨心理佛 更容易跟十方三四佛感應到焦 是不是 好 所以說他這個道理並不是要你 去火定一個東西 他其實這個 無念 誰無念誰無聲 如果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無念法 無念無聲 你看 所以說我們在現實修行當中 因為我們的知見不夠成熟 當然初學一般都會這樣 所以當我們不斷在丟一個東西 割捨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不是常舉例嗎 就在我們不斷丟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內心有一個自然的自然的执著 會在背後生出來 也是此生彼生 當我想 除非你的身體很多人 當我丟東邊的時候 我一定會盡量西邊抓紋 抓南邊也可以 那個姿勢不太好 對不對 為了讓自己穩定 一定會產生一個平衡 假如我哪一腳要放空 另外一腳要站穩 假如我哪一手要放掉 我另外一手一定要抓穩 為什麼 那如果我兩手放掉 我兩腳要站穩 那如果兩手還有一腳站穩 那至少一腳要用好 如果兩手兩腳都放身體要綁好 鐵定有一個執著處 你信不信 不然你找看看 這叫偷 你用功修行你就看不到那個伸手伸腳 世間的那個不好聽的叫毛手毛腳 其實我們修行也經常毛手毛腳 就這樣偷偷偷 你自己都不清楚 你還很莊嚴坐在那裡 我在修五年 你看又偷了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那個禅宗就看到你 他就看到你在指 直接就下手 他的下手不是在火定你 不是要打擊你 是要救你的指 那有時候要抓準 因為你是一個非常親近的人 你的整個執著就變成急在這一塊 他如果下手下對就剩這一塊 但如果下不對的話就很有意思了 讓他有機會砍了這一個 就會溜這一個 你砍來砍去白砍了 把彼此感情弄壞 你要讓他跑無所跑 當然有的人剛搶難調 你怎麼砍他就一定會有另外一邊抓 你砍這邊他抓這邊 你發覺他很剛搶難調 就這樣抓 繞來繞去 他就是跟你抗拒 然之到最後他發覺始終都有一個東西必須要 因為他畏懼他不安 他必須要有個東西好依 所以這種修行到最後你發覺 他不敢直下去承擔他的時候 他就閃來閃去 但如果是有的人他有這種勇氣 但他看不到他的盲點 他也是不斷的 他的界定會也很親近 他的執著本身一般的執著他沒有 他就剩下這麼一個關鍵處 如果禪師適合一下手一擋住 從他的串息習慣擋住 另開一條解脫路 他就串到那邊去 一捏鼻子擋住 然後一放燕子灰過去他就開悟了 我們這樣一弄 你在幹什麼 師父你有病 是吧 他就弄不出來 你不是那個根據 所以說馬祖禪師來到這裡 真的到這馬祖廟去了 我看 他就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你如果以為這叫修 就是用遮擋的 這種愚痴玩頓的 這時候你要想問那個木頭人 你那麼敢要保佑我 我們現在是不是經常在做這種事情 當然你們到大殿不要講大法師講 你是木頭人 你憑什麼保佑我 他木頭要怎麼樣 能覺他這樣幫助你 不覺的話真活在這裡還是沒用 是不是 一切法是佛法 木頭人照樣可以度你 但偏偏你是用這種愚痴的 會把一個靈活的智慧弄成像木頭 然後自己自以為是把一切因緣遮掉 然後遮掉緣起 然後想要得得對空的智慧 偏偏遮掉緣起剛好把智慧遮掉 剛好遮掉 你遮掉緣起剛好遮掉智慧 因為他是從緣起當中體會的 離開世俗地不得第一地 好 我們接著 放肆大莫把抓 即滅信中誰引著 諸行無常一切空 即是如來大圓絕 我們就是 是不是 因為眾生 我剛才講眾生本身是畏懼的 這個畏懼有時候流氓 說 哇 這個好剛強 這個好像很雄啾啾的 哇 好像很厲害 其實他是畏懼的 因為他們有寡愛 那眾生的寡愛在哪裡 他必須要把抓 他必須利用他的六根去攀緣 以滿足他自身我之的肯定 他必須要這樣 所以實際上在我們修行上 你注意看 當你試著全部放下 我們比較會留在表象的放下而已 你試著全部放下 如果沒有比較深切的知見做基礎 你會怕 我們為什麼觀放下都不會怕 因為你用想的 你用想的 你如果實際上是 確實這樣觀察 一般你會怕 要嘛你就是一個成就者 因為這是一種 無始劫來的 篡息的自我的愛著 叫自體愛 這種自體愛很難割捨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在一般修行當中 我們會用盡所有的方式 不斷的來維繫我的我之 那這時候有我之你會安穩 所以修行當中會產生一個大問題 就是當我們試著 我最近常講一些 我們講世界無常苦空 有些人不會怕 因為他講歸講 執照執 所以他不怕 那有的人世界無常苦空 世界無常苦空 他開始在接觸了 所以他也知道世界無常苦空 但這時候他開始苦惱了 他比不學活的時候還苦惱 為什麼 因為他的我還在 他的愛還在 他同時又知道世間不可愛著 同時又自己內心的執著還在 因為他這個執著必須靠什麼 斷食 素食 食食 衣食食才滿足 結果他又覺得這個世界不可愛的時候 就是說他需要營養 又不敢吃 撿回的人 他又營養 又不敢吃 弄得自己不當的撿回 就弄到身體弄壞了 他自己本身需要 但他又不敢攀岩外境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很苦悶 因為他心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他如果有外面的欲望來滿足 他可以很好 那要把舅舅有法還可以 他偏偏這時候是什麼 世間不可愛 所以有的人他自從學佛以後 對世間的那種經營事業 家庭 他就變成慢慢無心了 而這個無心偏偏他又停留在自己本身 另外一個執著 變成煩惱斷也斷不了 世間該做的事卻沒做 就處在這種矛盾當中就很苦惱了 其實很多學佛會走到這一關去 所以這時候他必須要更堅持 他了解 他必須要很清楚 因為他必須在一個心學 他在學的時候 他必須從外面的飲食慢慢轉為法師 就是他有法 這時候他越有法 他外面的割舌就越容易割舌 因為他有的靠了 有東西在裡頭了 如果自己沒有他必須始終依靠 他必須要不斷的尋求一個依靠 不管是外面什麼 你必須要有一個依靠 因為他內心脆弱 他的法還沒升起 他就必須要在那裡抓 但這個抓是一個過程 你必須要精進修學 以便於及早斷奶 不然你就會一直抓著 所以我們講說未竄習 要趕快讓他竄習 竄習以後 其實他說苦也不苦 但在還沒竄習的時候苦 只要你竄習過了以後 就開始得到法師 就是你的飲食習慣 從還不能斷奶之前到斷奶 這個過程轉過來之後 你自己可以 就像你呼吸要用那個什麼 氧氣罩 後來開始剪剪剪到最後拔開 你還能自己呼吸 可以的 他要幫他轉過來 或者你拿過來他就完了 因為他一直都靠機器在幫他呼吸 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有能力 所以他必須要慢慢檢定 包括那個類固醇 現在這個我都很驚豔 吃很多慢慢剪剪剪 剪到自身可以起來才能斷 不能一口氣 吃很重的 不能一口氣把類固醇斷掉 因為這樣一斷掉 他自身的那個防 自己產生的那種作用 那個能力沒有 那變成開空門 隨便開大門隨便讓人家攻擊 類似這樣道理 所以我們現在要了解就是說 這個道理要認得清 你唯有道理認得清 你對四大的把抓 你越敢於去放下 你知道為什麼要放下 因為你越來看到說 其實我對他的依賴 會形成一個反覆依賴 此生彼生 此生彼生 永無了脫之死 所以他不再像我們不斷在丟東西的時候 因為看不清楚 所以以為我們不斷在努力 我們看似不斷在努力 他背後是不斷在执著 那执著變成改變另外一個性貌 而已本質便沒有改變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講修行好了 我們在這種修行當中 有時候我們透過不斷的修行 我們的煩惱會越來越少 我們透過不斷的修行 我們的那種莊嚴像會出來 但這個莊嚴像出來的時候 假如你看不到背後一個 串洗的執著的時候 你會把所有功德回到那個 非常細膩堅韌的什麼愛著上 那這個時候更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的煩惱人家看不到 你的煩惱別人看不到 因為你會防啊 你防得非常好 所以別人也看不到你的煩惱 也沒辦法糾正你的煩惱 但偏偏你有煩惱 這一點維繫住你們注意看看 所以這必須要你養成一個很純熟的知見 才能看到 因為我們來講我們都不容易 但不容易知見有的時候 一段時間 不容易是短時間不容易看 長時間看到自己的煩惱起伏的時候說 哎呀 我還是掛愛的 他會有這種自覺不需要人家提醒 因為到那個程度裡面 大概人家也不大會提醒你 那不會提醒你那就靠自己囉 一條路就靠你原來養成的知見在陪你了 因為旁邊的人再也不會講你 因為他也看不到 所以這個之前的知見沒養成你一條路走到一個界線以後 你如果沒有那種觀念自我觀察 你可能一錯再錯就錯到底了 是不是 剛才講的 我們不斷在用一種執著 以執著為基礎來修舍 以執著與曲來修舍 結果弄到最後其實根本沒舍 好 所以莫把抓 極面信中 水引著 就在這一切四大我們的地水火風 就在這種身體四大的時候 你不要去攀緣它 其實每一個四大裡面 都是本質因緣生 本質即滅的 所以你應該試著在這裡去品味它 佛法在哪裡 人家說佛法在哪裡 我問你 佛法哪裡不是 地水火風都是你觀察處 你不要去止 你應該是品味它的極面性 所以我們講說一切法是佛法 那個楞严靜裡面 言而彼此的生意 都可以成為你的修行的路到處 我們這個身體深受心法 你身體也不離開深受心法五韵的 它都是什麼 路到處呢 設法如此 心法也一樣 你應該極面信中 水引著 好 諸行無常一切空 諸行無常一切空 這是一個事先給你一個答案 但我們不是說我們在關世間無常的時候 關世間諸法的時候 就趕快給一個答案 關諸法 然後就用無常空把它貼上去 剛才我不是舉那個例子啊 走在門口 有沒有蛇 因為蛇是五韵合合 五韵則不可得合 因五韵也三明 所以沒有蛇 我們現在最習慣的就是用這種方式 那我們也在對五韵召見 所以佛法講這麼多不是在白講 它為什麼要講為事 幫助很多执著比較重的人去瞭解 你不相信你是空的 好 我怎麼空 這個身體啊 我這個心理啊 好 那我們就好好弄清楚 什麼叫色法 在講色法你同意吧 同意 心法同不同意 同意 那我們在整個來看 你看誰靠誰 就是靠靠 你怎麼都互相靠的 對不起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無償性 所以佛法不是用一個概念給它下去 從實際上的觀察裡面看到 它真的不穩定 從不穩定到無償故苦 苦故無我 所以我們在 在觀察這個無償的時候我們發覺 那個不穩定的東西只有看到 因緣生命 固定在那裡的 可以讓我們抓取的 居然沒有 即是如來大冤絕 所以這裡是不是告訴你一個修行的路到處 放肆大 不要把抓 不要用一種對它的一個執著 你試著從緣起的角度去看它 你看到它 剛才也看到 你不是用一個概念去強加在境界上 你應該實際從緣起的角度裡面去看它的不可的 當你有這樣的體會 這就是如來大冤絕 就是相印在這裡 是從這一點上去開始看 所以我們講說你看啊 前面不是講嗎 見緣起起見法 是不是這個道理 這句話如果用個另外我們平常講的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 見如來 是不是這句話都在裡頭 你不要去執著緣起法的自信 你應該放下對自信的執著 觀察緣起 即滅信中誰引著 這就是如來的大法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道理就是 當我們如果能試著 我常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要把修行看得太 有的人就是看得不實際的時候 把它推得太高 太高以後以至於只能仰望 沒辦法修 其實緣起的道理隨時都可以修的 你不能一下誤入 但也隨著你在不斷觀察的時候 你那個染拙心會減少 所以應該來講 假如你的方法對 你切實如實在修 你對世間的愛著 你對世間的虛妄性 會看得清楚 你的愛著會減少 為什麼 你看到他不安啊 所以有看到 他曾幾何時才跟我講完話 現在死人幫他做面 再過幾天變骨灰 你把聯繫一段時間就在你眼前 就是都你經歷過 我們不剛才講嗎 那剩那就變了 但剩那你看不來 那我就給你一段 太長一段 你就會輕忽放逸 那我就跟你從這幾天變化 從這樣還跟你講話 然後死了 死了之後做法會 完了燒成灰 那一個人呢 美的 是不是 諸行無常一切空 這種體會 可以 你看這個體會 還沒有看到什麼究竟空性 對不對 但這個體會 是不是讓你從念死無常 開始知道人生 人生該如何 應該更如實來定位它 這就產生法的作用了 這就開始產生了 我們現在不一定 送無常經不如去那裡看 你就冷靜下來 從你的身邊裡面 這樣去觀察 就這樣 從你自己 所以從你看講說 這個寂寐性展現在哪裡 就展現在每一個 刹那的運轉當中 都視現寂寐對不對 都是視見它的無常性 無常就是空的另外一面 這就是路到處啊 所以我常講佛法行不行 就看我們平常用不用工 我們可以談的 我們可以聽很多 但我們日用之中 有這樣冷靜思維的多不多 可能很少 你們有沒有說 今天走起來 思考一下 唯有從現實看到它的無自信 看到它的虛假 看到它的流動 看到它的不安 你對世間的愛著才能慢慢減少喔 你如果這個沒有 你轉來轉去 只大約啊 大約就是習慣改變 小轉變可以 但大的轉變不容易 因為你很多的努力 其實站在根源的執著上 你並沒有怎麼動搖它 所以這個就是我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思考 我不斷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修學 怎麼樣才得理 不然我們這樣講 這樣講還是一樣喔 信不信 不但你們一樣我們一樣 還好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的工作不會停 我不會失業 因為如果幫你們治好了 我就沒工作好做了 可是問題這樣做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說一開始我們 因為這個其實很早就定下來了 因為我一路上一直在講其他課的時候 我想偶爾一下換個角度 讓大家稍微做個另外一個角度的反思 或者的話我們如果順著那個習慣性 一直在衝下去大概都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就講說繼續走下去 這條路已經確定了死路一條 真的 好 決定說表真聖 其實它的原文叫表真聖 聖且的聖 但因為後來在流傳的時候 有一些禪師 決定說表真聖 其實表真聖也有它的意義 那表真聖的意思啊 就是說一個道人 才是真正從這裡定位的 它的原文是表真聖 但很多的版本裡面就講真聖 所以我就兩個一起談 決定說表真聖 但有人表真聖 有人不肯認情真 就是這樣的決定的道理 這樣一個直接談如來慘的 這個究竟的道理 有人就是不能接受 然後讓自己任由這個世間的法 來牽辦你一直在那滾動 好 他說 直覺根源活所應啊 摘葉寻之無可不能 這個最究竟的根源法體在哪裡 剛才我們不是講嗎 從一自覺乃是覺它 這個根源在哪裡 其實它就是在現前的因緣 緣起當中看到它的虛假 從這裡面這才是一個 如果表真聖 這才是聖人之為聖人的真價值 那如果講真聖的話 這是佛法的最根源的法體 這才叫決定 這個決定說就是說不二法門 講來講去沒有離開這個道理 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就是說 在我們不斷地在學習法當中啊 我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這是一個方向 你任何法門這是不二法門 這是決定的 所以有人認為說 以色相見因生求 世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這就是念佛 這是真念佛 因為這才是真念佛 所以你任何法門 都不會離開這個不二法門 這是決定的 什麼都可以日可令能 月可令熱 那這個不能轉 世地 所以念佛裡面是不是世地 任何法門不管你什麼法 世地 緣起 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講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做任何修行 你能不能站在這個決定說 你能不能賄賂 不能賄賂好好努力 今天你談戒必須要世地 你談定要世地 離開有問題 你要能說出原理 所以這個談到戒就是道平 那戒要防的是什麼 苦疾 苦疾怎麼看 緣起 你才能真知道煩惱怎麼生滅 戒法因他隨他轉出 所以什麼樣的煩惱用什麼戒法去防他 那怎樣的戒法守住標 什麼戒法拔他本 是不是這樣 也都是這樣 任何一個法都走在這裡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 但別人有人不肯 世間人不肯追逐六境 但有些邪道人偏取空生文人 他就無法真正了解一切人空我空法空 他不容易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還是堅持在他的生文身裡面 他不知道這個真的因緣在哪裡 徹底一切的緣起 徹底一切的緣起是不是你看 煩惱及菩提 涅槃在哪裡 涅槃的這種東西 如果當我追逐涅槃的時候 是不是另有法治 所以大聖的緣起是 將緣起徹底到底 這叫大涅槃 才是大波涅槃 真正的涅槃 為什麼 所以在聖曼經講說 要講涅槃 只有其他都是方便說 只有佛 只有佛才是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激進一切法 就是他尚有法治 法治就是他不能直接承受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你看我們不要談到說生文了 跟你講現前的四大因緣 我們有誰有人不可能 我們也不可能不是嗎 我們即便聽很多 我們就不敢直接救我們現在 現在的現前身心跟我們的苦惱 下手 所以道人強強在 直接從他的苦惱處看他的因緣 因為你要修道一定要面對苦惱 一定這樣 如果你不能面對苦惱 你一旦抽出來 那就越抽越遠了 所以在一個更新 直接搶他必須要直接下手 面對到我們現在的這種 他說 你必須不要認情真 被那個情給牵绊住抓住了 不要 你還在往外面找 卻不知道應該如何 放肆大莫把抓 極滅信中誰引著 你應該是往這邊看 你不要跳下去 你又隨著銀耳鼻舌生意 色身香味處罰再跑 你這樣跑出去就跑不回來 因為那個習性一旦久了 吸毒習慣就不斷在那裡喘息 所以直覺根源活所應 直接談到這個法性處 這個才是我們所要的 其他的自知默默 包括我們現在學法 如果你沒有一個核心的目標 建立在這一個很嚴謹的 緣體的認知裡面 你應該把所有的觀念 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這一塊學 那一塊學學了很多 你不覺得學到最後 你都沒有一個記得 太多了 筆記本很多 MP3也換很多 就是沒聽而已 你學那麼多有用嗎 第一個不能成為你的智慧 成為負擔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思考 什麼叫教育 我們這樣叫教育嗎 第一個我也不知道你們聽懂沒聽懂 你們聽完也就完了 不是就完了嗎 不是呢 要是我 我不懂我就問 為什麼 這是我回家的路 我生死為民 我都沒弄懂 我不知道怎麼去安頓 如果我把它當實際 那我就必須弄懂 我應該怎麼面對 現前身心事前 我必須要面對 所以我試著開始抓 因為不可能這樣幾句話講完 你們就懂 所以你們應該就開始 很用心思維 然後不懂的時候就問 問的時候就知道你聽錯了 聽錯的時候就加以打擊 不對 這樣講錯了 不對不對 你這樣錯了 那這樣講 講完了以後 他以為懂 原來還不懂 那又講 那是不是就這樣講 不是不是 你這樣又錯了 你又掉一邊了 五韻流轉生死 對不對 我們這個生命不可得 講很多 懂你講的 對 你都開始學會我講的 而且越講越熟 為什麼 被念過幾次以後 那個用詞非常謹慎 也都學會了 但偏偏就在這個思考當中 我明明看到 雖然你話沒講出來 但你講說 五韻從此生轉到來生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人從那裡跑出去了 你就看到你帶著一個我 而且你會講 這個五韻是不可得的 我是不可得的 可是你嘴巴是那麼講 你那一塊人就這樣一直帶過去了 你是道理會講 但內心的執著是什麼 持筆持筆的 學為事 是不是有五四之後生六四 是不是五四後 五四的東西是不是給六四用 是不是生六四 哪有生 那就方便說還有真生 所以我們懂到了 五四不可得 六四不可得 因因緣故 有五四向作為六四之所用 六四拿它來做另外一個判別 五句一詩 可是我們在講這個時候 學為事的時候弄到這樣 有五四 講完為事 比別人不學的還糟糕 本來照見五韻皆空 他學了五四以後有五四 有六四 有七四 有八四 有好多四 他就不能從這裡學到因緣無知性 都是妄想心生 那這個如果你沒表達出來 你怎麼知道你錯 所以我們整個學就學了很多 但沒用 不一定有用 所以我們不能只以這種法律 因為核心處直接了當提起來 直接受用 所以反而我們在孜孜孜孜 窮盡一生很辛苦了 到最後 沒用不是嗎 所以他講說 災月行之我不能 我不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 這個孜孜孜孜的福德行 終究歸無常 我直接了解 到底生死根源在何處 我下手就是抓這個東西 這個根源一旦止息下來 歇集菩提 我還會去勞累到 我何必取勞呢 我不需要在辛苦一直在照做這個 不需要 好 好 好 那時間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了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提倒 給我 好的 展